Odia Jungle 小丑漂亮 这次拍摄地点是南京的紫禁山 在那里拍这个意味着什么 我就不说了 可怜抗日先烈的英灵 被某些不孝的儿孙无情践踏 从微博配图来看 两名男子身着新华日军军装 在南京紫禁山抗战遗址摆拍合影 他们头戴新华日军军帽 其中一男子手持军刀 另一人拿着带丝刀的步枪 上面绑着日本武运长九旗 这一举动引发网友的不满 不少网友抨击其为卖国贼 微博用户at中书间小线表示 今日的脑子正常人无法理解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微信公号 发生谴责青年镇日军军装 在抗战遗址留言 文中称 岂能拿民族伤痕当玩笑 半年前 四名男子身着二战日军制服 在上海四行仓库门口拍照 引起全民公愤 事后 四人被绳之以法 但法律的惩罚 却没能警醒 这些漂亮小丑 在南京保卫战发生军地 紫金山的恶劣作秀 引发网民的愤慨 环球网更是斥责其为今日 以中国人为耻的今日 今日 又被称为精神上的日本人 他们在精神上 把自己视同为日本人的人群 有些极端者甚至因此仇恨自己的民族 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 今日并非只在中国存在 欧美论坛将词 类人称为weaboo根据webonditionary的解释 该词被用来形容一个非日本人谴责自己的文化 并自称日本人 由此可见 今日不管在哪个文化圈中 都是一个贬义词 知乎网友at黄教主 对被扣上今日帽子的人进行了划分 黄教主认为 真今日没有基本的政治理念 人文诉求 只是为了恶心人 而恶心人 这帮人其就其在 他们对待美国的态度 竟然也和日本人一样 爱恨交加 至于怎么产生的 正常人真的难以理解 同时 黄教主指出 还有一种人是逆向民族主义者 与其说他们今日 不如说他们今外 他们仇恨的是自己的血统 而日本是他们眼中的天堂 壮烈的南京保卫战 从1931年918事变 算起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历了14年的艰苦抗战 其中 悲壮而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体现了中国军人英勇奋战的精神 中国军队 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 表现是英勇的 在纯华镇 光华门 阳房山 紫金山 中华门 赛公桥 与花台等地 中国军队 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 以那两名今日所在的紫金山抗战遗址为例 民国时期 从孝陵位到中山陵东沟停车场的 第一矮小山 称为西山 抗战时 西山一线是紫金山防御攻势的核心区域 附近的战斗十分激烈 是南京保卫战主战场之一 抗日战 征时期 为了占领紫金山 丧心病狂的日军直接放火烧山 企图烧死山上的中国士兵 据腾讯新闻网援引东京朝日新闻 1937年的报道 12日下午53时分 日军在紫金山东路一带放火 试图火攻敌兵 在此次作战中 作为敌军炮兵观测阵地的天文台 也被大火包围 其景象十分凄惨 日军部队是第九师团战士写道 巨守紫金山的敌军虽然是敌人 但的确很勇猛 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明知结果肯定是死 但还是顽强抵抗 一直奋勇地阻挡火军的进攻 侵略者虽然在紫金山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但紫金山最终于12月12日失守 4日 南京城陷落 今日硝烟虽已散尽 但惨烈的战斗不应被世人遗忘 更不能容忍用戏血的方式 在民族的伤口上撒盐 正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 我们对这种着侵华日军军装拍照取乐的行为 表示严厉选择和愤慨 今后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要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进行加强 他说 如今的历史教育重考是 而在道德教育上有所缺失 此外 相关法律也期待健全 岂能把民族的伤痕拿来当玩笑开